所以现存的文物实际 它有另外一种意义 就是它是更为直接的证据 更为直接的材料 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国内流散在各地的 圆明园里的遗物 其实最著名的有这么几件 一个是在中山公园里面的 蓝亭八柱 蓝亭八柱 这个八柱子实际上是八个书法家 非常有名的书法家 所临摹的王羲之的蓝亭集序 刻在这个十柱子上面 这个原物最早是在 圆明园的坐石灵流景区 因为乾隆帝非常喜欢 所以在坐石灵流景区里面建有蓝亭 然后把这个八颗柱子 就作为这个亭子的支柱来使用 是非常棒的一个设计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文物 后来就被移到了中山公园 就是设计坛 这是一处比较重要的 另外我们比较显著的就是 北京大学 一个北京大学的华表 现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华表 是原来圆明园安幼宫前的华表 安幼宫 相当于皇帝家庙的建筑前的华表 这个华表一对 还有一个被移到哪里呢 被移到了国家图书馆 文经街分馆 北京大学可能因为是 整个校园的位置 离圆明园的位置比较近 所以它这个里面有多件 圆明园的这个石刻的这些构建 都流传到这个北京大学里面 魏明湖上还有一处翻尾石鱼 也是圆明园的旧物 包括我们讲圆明园附近达园 包括清华大学校园内 也有一些圆明园的一些石构建 石建流散出来 但是总体来讲 国内所流散的圆明园 大部分是建筑构建 或者是一些石雕 原因就是 当初火烧圆明园的时候 侵略者最先截略的 是那些容易带走的 所以这个国内流散出来 往往都是史外的这个部件 史外的材料 原来在圆明园建筑内部 橙色的书画也好 珠宝也好 大部分都流散到了海外 那么我们讲现在最大的 海外可能流失的圆明园文物 最多的一个收藏地 是法国风担白鲁公 那么我们知道 非常有名的 那个圆明园四十景图 原作也是被法军 截略而走的 那个是现存在 法国国家图书馆 而丰丹白鲁公里面 专门有一个中国馆 而这个中国馆里面的 大部分产品 其实都来自于圆明园 所以我们为什么 痛惜这些文物的流失呢 我们在讲圆明园的时候 大家可能更多的 还是从一个建筑的角度 园林的角度 去理解圆明园 去想象圆明园 但是其实我们往往 还忽略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度 就是圆明园 因为他当时是帝王们 频繁使用的 长期居住的一个 真正的离工预院 所以他同时也是一座 非常了不起的 收藏着无数珍宝的博物馆 现在存世的博物馆 有很多都是原来的皇家宫殿 而圆明园如果没有遭到 这一番劫略的话 他所留给我们的 将是一个更加惊人的 完整的一个皇家博物馆 当教宝 2 3 9 7